嘿嘿 小牛奥利 看呐 平安夜就要到了 奥利和凯蒂早早地把袜子挂在了床头 奥利 想要超人服装作为圣诞礼物 凯蒂 想要变出糖果的魔法 那么赶紧睡觉吧 明天或许会有惊喜呢 奥利和凯蒂很快进入了梦乡 嘿嘿 天亮了 快看看袜子里的礼物吧 啊 竟然什么都没有 嘿 是一只鹦鹉 它带来了圣诞老人的信 凯蒂 凯蒂 快看 圣诞老人给我们写信了 快来看看圣诞老人写了些什么吧 哦 原来圣诞老人的雪橇坏了 奥利想代替圣诞老人去送礼物 但是它们没有雪橇车 这可怎么办呢 嗯 啊 有了 爸爸 爸爸 奥利和凯蒂来到了实验室 奥利想让爸爸帮忙制作雪橇 嘿嘿 爸爸思考了一下 啊 爸爸找出了好多材料 嘿嘿 好耶 拼出了雪橇车的骨架 现在还需要上一点颜色 嘿 完成了 牛爸爸还有一个神秘道具 咦 这是什么 神秘蛋要打开了 哇哦 是一只麋鹿 哇 太好了 可以去帮圣诞老人送礼物了 牛爸爸再见 我们出发了 哇哦 瞧瞧 奥利和凯蒂在天上飞行 他们来到了圣诞老人的家 圣诞老人 你在家吗 圣诞老人看起来很伤心 圣诞老人 你在家吗 奥利和凯蒂走了进来 圣诞老人 我们来帮你送礼物吧 圣诞老人把礼物带交给了奥利 小牛们 祝你们一切顺利哦 奥利和凯蒂穿行在夜空中 嘿嘿 这 前面有一个烟囱 瞧 前面有一个烟囱 把礼物放进去吧 好耶 嘿 小心 天呐 麋鹿受到惊吓逃跑了 糟糕 麋鹿正脱了绳子 哦 雪橇车摔断了 凯蒂看起来很难过 哦 奥利快安慰一下凯蒂吧 嗯 いимо 帮我 traveled 陈狗 陈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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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